大家好,接下来这一个我们要讲的这个字非常的常用 就像文言文里面的之是一样的 那他在写的时候先注意他是左右结构的字 那要小心不要让他写的太宽 两边呢单看都是长形的 都是长形的 不要说写的太宽 像两个字,像白勺这样就不好看了 那另外呢中间的空白不要太大 略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通常右边的这个勺的底部会比较低一点 好,那我们就来写写看 原本比较凯书的写法是怎么样 原本比较凯书的写法 一样这个撇 然后连接下来这个日文会比较瘦长一点 横线 横线略微有一点点斜度 然后接这个 这个勾起来的位置大概在中间 这个的中间 然后带起来点的位置 在整体这个勺比较偏左的位置 会比较好 这是凯书的得写法 那其实呢因为这个字非常常用啊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 行书或者是平常运笔的时候可以多一些变化 比如说 白 我们让这两横连接起来 而且故意不接 不往左边接 直接挑上来 接这个 这是一种变化 故意呢让这边长一点 然后这边 比较紧密 比较厚实的概念 比较密 比较书 这是一种 或者是我们也常看到说 这个白变成也很像一个点的 里面变成一个点的写法 点 往下点就往上带 也是的 那大家注意要运笔 你能够有这种的线条 而且可以牵丝 必须要花时间 让你自己的手感能够拉过来 这是需要花时间练习的 那记得 那看到这个白的地方 也有一点小巧思 撇跟这个直线直接连起来了 或者是呢 一样 一个点 一样有带这个撇 可是我一样一个点 然后带过来 好 那右边的话 这个扫的变化 就会比较少一点 除非有时候是可以直接往下面带 或者是 在这一个弧度的时候 可以让它稍微的更圆滑一点点 都有人写 那这个字其实不难 主要是因为在文章里面 或者是书写里面呢 会出现很多次 所以大家可以用不同的变化 去让它更有不同的造型 那你的字呢 就会更生动活泼许多 那大家可以把这些的变化都记下来 也可以多去查查网路上的写法 让自己的的资料库可以更多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